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建文吉大使 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 主持人好大家好 美國前共和黨亞太區主席方恩格Russ 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的是這一場俄乌戰況的最前線現在進度到哪裡了 俄羅斯這一次終於是不忍了就在26日清晨的時候發動了一個全面性 針對烏克蘭至今為止一個最大規模的空襲 我們帶你來看到還原現場 當時是一共派出了11架295的戰略轟炸機 而且還發動了127枚導彈109架的無人機 就這樣子瞄準烏克蘭它的能源基礎設施來進行猛攻 根據了解烏克蘭目前最大的能源公司DTEK表示 正在實施緊急的停電措施 而基辅市長目前也已經證實了 部分地區現在正在面臨大規模的斷電跟斷水的緊急停電問題 而基辅的水力發電廠亞當水壩遭到命中 如果潰堤的話接下來恐怕淹沒就是達到數十萬人 都會因此受到影響 針對這次俄羅斯的大規模空襲 烏克蘭總理表示當地國家有15個地區 遭到襲擊造成7死數十人受傷 俄羅斯也在克里姆林宮這一次直接大方承認了 他們的空襲鎖定的就是烏克蘭戰力最重要的 這些能源基礎設施還說和烏方的停火談判已經失去意義了 警告接下來會對烏軍的入侵庫斯克的事件 來做出進一步的相關回應 這讓大家都把我們的焦點鎖定在兩個戰線上面 一個是庫斯克一個是烏東的前線的時候 我們看到俄羅斯這一次冷部防突然間來了一個大規模的精準空襲 是什麼樣的一個戰略策略哪裡痛就打哪裡嗎 大使怎麼看這一次二方的動作 我想這個就是8月6號烏軍入侵俄羅斯領土以後 俄羅斯對於這個入侵事件最大的大規模一次反應 因為本來就是說是要微微就造的 就是要造這個就這個東線的烏軍的頹勢的 那可是呢整個莫斯克的反應 事實上相當相當的淡定 可以說並沒有造成好像整個戰略慌亂 集派大軍馳援的這個感覺 那反而是在東線加強攻擊 所以東線上過去2014年開打以後 這個烏軍它的整個防線 防禦線的重鎮紐約鎮 那麼已經說是大概差不多已經陷落 那也就是說烏軍在東線有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明顯的一個潰敗 如果在這個俄軍在東線繼續往西推進的話 推到這個紅軍城的話 那整個就是說在頹巴斯的戰役 那麼就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惡勝烏敗的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戰況就出來了 可是大家都還在覺得說為什麼 我們莫斯科對於這一次烏軍進入到這個 俄羅斯的庫斯科領土裡面 反應是這樣子的平靜 可是8月26號就出來了 對一個大規模動作 一個大規模動作 而且這一次有人說是100多枚導彈 和這個超高音速導彈 也有人說到我看法國管國公司 它說是超過200枚 所以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基本上俄羅斯講打了四個方向 一個是東邊 一個是北部 一個是中部 一個是南部 西部它沒有提 所以就是說針對的目標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關鍵能源基礎設施 所以顯然是要癱瘓 就是說俄羅斯的作戰機器很重要的 能源供應這個來源 這也包括對於民生的用電 當然也受到影響 現在這個基辅地區 就面臨大規模的斷電 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就看到俄羅斯沒有對基辅發動大規模攻擊 可是這次的攻擊 我看了很多西方媒體的這些報導 又出現了大批的基辅民眾 躲到這個基辅的地鐵裡面去避難 可見這一次的規模是 起碼在過去一年多來很少看到的 對基辅這樣大的大規模攻擊 是有感的 是有感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 我認為這個絕對跟8月6號 烏克蘭入侵俄羅斯本土是有關係的 那整個來講 我覺得整個戰局來講的話 普丁對於戰事的身高 看起來沒有 折倫斯基來得那麼積極 那麼事實上普丁他基本上 他已經在維持一個 那麼戰場上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平衡了 對 那這次是 折倫斯基的戰略 把這個平衡重新打開 開了一個新的戰場 那我認為呢 基本上這跟美國總統大選是有關的 那折倫斯基為什麼會突然得到 他的得到美國北約的同意 對 讓他可以揮軍進入俄羅斯領土 這是進去不是少部分 這是目前為止 但是起碼有一萬 一萬名烏軍 目前還在俄羅斯領土裡面 雖然戰的面積不大 可是有一萬名 這個都是精銳部隊 都在俄羅斯領土裡面 這個是 俄羅斯戰爭打了快三年 最大的一個戰略的改變 我覺得戰場的一個變化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美國是同意的 如果不同意的話 折倫斯基他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有這個權限感 進入到俄羅斯的這個境內 可是就普丁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現在要賭一個時間 就是11月5號 11月5號如果是川普 他這個當選的話 川普已經講了 我上任第二天就要把這場戰爭停了 所以對普丁來講這是好消息啊 停的話 那俄羅斯我本來就講說 我現在已經 他曾經講過說 特別軍事行動已經結束了 也就是對於侵占烏克蘭的土地的部分 我想普丁已經得到他的那個 滿足的那條疆界線 他就是轉攻為首 那這個成果的話 那如果將來是拜登上 而川普出來當總統 他就會跟哲倫斯基講 因為哲倫斯基今天他這個戰爭 能打一天能打兩天能打三天 還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完全由華府決定 因為錢也是靠外面的 錢也是靠美國的 槍也靠美國的 那他沒有美國的支持他怎麼打 所以我覺得就普丁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重點應該還是要 再等70天吧 時間也很快 那麼這個時候把大量的俄軍 投入到戰場上 那就是事上就是等於講的話 我覺得從他的角度上 應該是他應該有這個戰略的定力 對 再等70天再看 是好我們除了關注 11月5號之外 我們也看到這一次俄羅斯 他的策略已經非常明顯的 攻擊的就是能源設施 但是烏克蘭他自己的空房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也來探討 我們來看到烏克蘭的能源產業 從3月以來就不斷的遭受 二軍的無人積壓飛彈攻擊 這對於烏克蘭能源來說 遭受非常大的打擊 他的能源部長就喊話了說 能源系統遭到攻擊 會造成人員維修還有難度都增加 攻擊當然也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距離冬天只剩下三個月了 剩下的五個五成的產能 並不能夠撐過冬天 現在當務之急 他是希望西方國家能夠提供烏克蘭 趕快來個七套到九套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吧 來增強烏方自己的防空能力 那白宮發言人也批評說 秋天就要到了 俄羅斯的行為是可恥的 華盛頓向烏克蘭派遣能源設備 會來做修復俄羅斯所造成的破壞 我們看到西方不斷的給一些空房系統 還有F16 為什麼他的烏軍的空房系統 仍然看起來這麼的不堪一擊 到底怎麼回事 漢婷 也沒這麼爛 因為根據烏克蘭自己的講法 空軍司令叫歐勒什丘克 他就說這一次空軍 雖然俄羅斯有127枚導彈 但是他們已經擊落了102枚 109架的無人機 他們也擊毀了99架 雖然沒有全部都擊毀 但是剩下來的當然還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一些傷亡 但是就烏克蘭來說認為自己還是有相當的優勢 或者講說已經盡了很大的能力 那我們先看俄羅斯方面的優勢是啥 當然它的空襲強度向來都是比較強 而且它的不論是彈道導彈 無人機或者是巡航飛彈 是比較能夠大規模大批次的來針對烏克蘭進行襲擊 是針對基礎設施 而且也是針對著防空系統 再者 俄軍他們在電子戰的干擾上面 也是傳統來說是比較強的 可以破壞烏克蘭的防空雷達和通行技術 那就比如說不是這一次的 俄羅斯的蘇-25它的攻擊 它就專門用於低空中的飛行 它本來就能夠有效避開俄軍的一些雷達上面的偵察 甚至直接還可以攻擊到烏克蘭的防空雷達上 那麼再看一下烏克蘭方面的劣勢是啥 就是它的防空系統數量仍然是不夠的 對吧 就這麼多的導彈這麼多的飛彈這麼多的無人機 你不可能全部都能夠防得住 總不能夠真的像三發藍一發吧 就沒有這種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防空系統也相對來說比較老舊 烏克蘭目前所擁有的大部分 還是蘇聯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一些系統 即便經過了一些改善 但是仍然並不是能夠應對先進的 俄軍的相關設備 那再來就是它的防空雷達戰 也多次直接被俄羅斯所攻擊所擊毀 所以這也使得它接下來的一些防空上面的應對來說更加困難 那麼即便有提供一些比較新的愛國者系統等等的 但是防空系統它的複雜度又相對比較高 它的操作或者是維護 對於烏軍想要短時間內快速的上手訓練 並且能夠操作熟練來說 對烏克蘭都是相對困難的 所以這也才會是就連能源部的這個部長 他都要出來講說 哇呀 我們現在確實是要加強防空上面的不足 好 我們看完這個目前的戰事在最前線的狀況之外 我們也來看到這個外交關係上面 大家很關注另外一個國家就是印度 接下來能不能稍微在這一場戰爭當中做一個協調 我們看到總理莫迪23號 他是先去訪問了烏克蘭 強調印度站在和平這一邊 呼籲雙方能夠提早的來做對話 接著26日他就趕緊的和美國總統拜登通上電話 他也再次強調說支持和平結束戰爭 那我們也看到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他也支持印度去舉辦第二屆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印度積極做協調 但另外一邊他跟俄羅斯其實在經貿關係上面 仍然是保持相當好的 7月份我們來看到印度從俄羅斯進口原油佔比達到44% 一天他的量大概是達到了進口207萬桶 中國大陸的部分一天大約是176萬桶左右 所以我們看到莫迪一邊是訪問了烏克蘭 有專家就分析說是印度他不是站在俄羅斯那邊的 他要表達出這樣的態度 但是另外一邊印度他又持續地以低價購買俄羅斯的石油 印度的手段非常的擅長兩邊外交 羅斯怎麼看 我們要從莫迪的角度來看 印度原來跟蘇聯後來跟俄羅斯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冷戰的時候我們都知道 印度的外交政治是不會選變 所以會跟西方世界還是會跟蘇聯 還有其他的共產黨國家交好朋友 那在這個戰爭一直以來已經兩年半的時間 莫迪一直以來都不批評俄羅斯也不想得罪普丁 繼續進口石油 所以他的證實是非常明確 但是同時又來自於西方國家包含美國的批評 因為美國的態度是 印度你也是民主國家 怎麼不支持烏克蘭民主國家被入侵了 但是印度莫迪他的看法是非常堅定的 俄羅斯是好朋友 他不會放棄好朋友 但是為了輸出一些來自美國的壓力 他就訪問烏克蘭 然後他說希望今早可以回復談判 甚至也可以舉辦和平談判的會議 但是他永遠不會放棄他跟俄羅斯的友誼 這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個證實 所以他這樣的話他就這樣訪問烏克蘭 說今早回到和平談判 他這樣做他就可以向西方世界 包括美國說 What else do you want me to do 你還要我做什麼 有個交代了 我不會放棄繼續進口俄羅斯的石油 但是我另外一邊也是呼籲大家回到談判之後 你還要我做什麼 我要保持印度的立場放在優先了 對 所以他真是非常明確 是他兩邊都不得罪 但是如果他真的願意做的話 他是有能力去協調這場戰爭進入尾盛的嗎 我覺得他不想深入協調 舉辦會議是舉辦會議 但是他不想當調停這個角色 應該不是印度目的想做的人物 但是可以當舉辦過是他可以接受的 那這樣有什麼風險嗎 當然有風險 如果他舉辦這個談判但是不成功的話 很多人會責怪他說你太親俄羅斯 你沒有想俄羅斯是任何亞歷 要跟穆格蘭談和平 所以他不想 所以我剛說 其實他不想擔任這個調停人 這個我也覺得是非常明確了 這個我也覺得是非常明確了 地本政治 內徵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